为了帮助淡水地区的弱势族群并且结合在地热心服务的民众 淡水志愿服务联合出境会从成立以来也关怀过不少地方的弱势居民 而在这个月的18号志愿服务出境会也举办了第三届与第四届的理事长交接典礼 对于将要把重责大任交给下一任理事长的吴玉英表示 过去带领所有志工们帮助弱势儿童独居老人或者是行动不便的居民都不遗余力 也希望能够将这份动力给传承下去 那今天我们是一个交接典礼 希望我们未来新的理事长陈昊仲陈理事长 那希望我们这些队员能够秉持的过去服务这些弱势成员的心态 那继续能够再跟随着我们的陈理事长继续去服务大众 那未来我们会再加强我们的志工自我成长方面 能让我们的志工能够持续的成长 以培养我们志工他有优秀的能力 优质的能力来为我们社会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从前任的理事长手中接过志联会的信物 第四届的陈昊仲理事长表示 在过去志联会曾经帮助过许多地方的弱势民众 乐成的心是不可否认的 而在未来将会着重于志工们的能力 希望以更好的服务来帮助大众 此外在典礼的现场 红树林是位有线电视的业者 除了出席典礼之外 还赠送了40张的电影票 要回馈给辛苦的志工们 这志工是很厉害的 一种很厉害的 那么今天是一个学年的吴会 吴理事长 新年的陈理事长 他们的交易 他们的后组都很厉害 所以一定很成功 对他们的共同很大 常常看到他们在地方的一个服务 热心地方 我想地方有他们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 为地方的服务 我们真的非常感谢他们 往后如果需要我们加入 或者需要我们协助的地方 我们一定会尽力的来协助 我们的志业服务出经会 所有的各项 除了现场40多位的志工们 就连市议员也都到场 出席了这场交接仪式 并且给予祝贺 希望在新的理事长接任之后 能够为公益活动 还有关怀在地需要帮助的居民 给予最热情的协助 继续的推广下去 记者许端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